大家好,欢迎来到粤语娱乐,每天准时为你送上《香港娱乐资讯》。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当年那位香港小姐陈欣, 近日的传言话,她快将搞个大福出,反来TVB。 自从结婚之后,她孕育了三个小孩, 甚至有留言指出,他们夫妻为了迎接第四个小朋友, 决定要提早复工,谋分养家糊口的生计。 下面就由小篇带领大家细水长流讲来听, 陈欣源寺加拿大,出身医生家庭, 由小到大都是靓绝人滑。 中学时期就参加过不少选美比赛。 她在多伦多安大量艺术设计学院毕业之后, 短暂做过平面设计师的工作。 不过,心头好,谁不想死说呢? 所以,2006年,她就来报名参选了, 凭着那份甜甜的笑容和有杀食的身段, 一下子就习惯了,还迅速到签了约TVB。 入行头几年,她是担当中藝节目主持的工作。 但慢慢地,TVB就给了她一些戏那些剧本, 搞到她在影视圈都开始斩路头角。 出道初期,因为和九云慧有些神似, 好多人就整日被下架, 还有些人叫她做提早出道版的九云慧。 可是陈欣这个人真是有主见得来, 不想做人家替身,不想困在性感这些标签之下。 于是,她就一把剪了之前长长的发尾, 决定走自己专有的风格, 塑造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假小子形象。 她这个个性的自我定位, 就算是做配角, 都令人记忆犹新。 一时间变了, TVB 重点栽培的实力派小花旦, 拍过好多那么多的剧集, 好似原来爱上财。 同事三分亲和不打自己人, 每一出都演得有声有色, 完全是无人能敌。 2011年, 在拍剧《深战》期间, 她就撞正了TVB 当红小生陈浩。 对方是她整个十年老一辈, 不止这样, 她们两一拍即夹。 大家也知道, 虽然陈浩外表不算是天王级的帅, 但是她果断竟有女人缘, 就被人说得口水横飞。 还有个称呼叫婆婆的好友。 当陈欣一出场, 陈浩立刻被人家心尖尖上踩了一脚, 觉得有光撞入她心磡里面。 相反, 初出茅路的陈欣就稍嫌腼腆。 而陈浩那么懂得讲笑, 令到整个拍摄过程愉快非凡。 每次开工, 陈浩还会为大家准备热辣的咖啡, 暖暖地, 真是温暖人心。 最后, 陈欣对陈浩都占生情愫。 终于两个人, 就是戏拍完之后, 自然而完成了眷属。 旧爱新欢, 她们一谈就是三年, 还时不时一起参加了不少活动。 在这段时间, 陈欣的演艺生涯都达到一个疯癫高峰。 特别是在《法政先锋三》等剧集里面, 都有她的精彩演出。 只要时间合适, 未来TVB四大花旦其中一席, 肯定有佳人的一个位啦。 2013年的尾巴刚刚好, 陈欣在拍剧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有了男男。 当时的她在与陈浩未有结婚之前已经怀孕, 简直就是所谓的闪婚闪人。 陈欣一知道的时候, 立刻就在地铺砖头上跪低求婚。 陈欣的心想着工作或者可以再来过, 但爱情却不可以再来一次, 于是, 在她事业最光鲜的时候, 决定嫁给陈欣, 而男出世之后, 他们在微博上的分享都在爱过来的喜训, 面对职业生涯和家庭的抉择。 陈欣决定退下火线, 从此只是陈欣背后的女人。 于是, 籌备全家人, 小家庭过得幸福满满。 其实她亦都有考虑过福出来, 但三个小朋友都等着她的照顾。 相比之下, 她更想对家庭献出全心全意。 到了2016年, 陈欣和TVB的合约结束时再无续约。 9年的演艺生涯一样敢画上句好。 有人会说, 陈欣真是天生一副王丈夫的名。 陈欣自从娶了她之后, 在她的事业越来越有反喜色。 她成熟稳重的形象, 亦都是广告商眼中的No1, 还被叫做TVB金鸡毛啊。 话说陈欣, 在三观上好得不得了? 还说准备要第四个B仔。 有人称她是生育机器, 她都说自己好乐于有个足球队那么多的男男。 因为每个小朋友都是爱的见证。 陈欣曾经表达过很多只上天赐了个万能老婆给她。 因为她出去做事的时候, 陈欣都会密密承担住家中所有的重担。 他们夫妻一心一意, 正正因为陈欣的付出。 她才得意在职场上无后顾之忧地去充斥。 她都知陈欣辛苦, 宁愿为了她花钱买车买名牌包, 满足她的所有小小愿望。 陈欣本身喜欢爱马仕, 陈欣亦都肯去慷慨解囊。 她说, 只要每次回到家见到老婆甜美的笑容, 就算是在外边再点辛苦都值得。 这对夫妇的故事, 真是就是得人喜欢又得人羡慕。 呼唱呼隨, 过着一段安逸舒服的日子。 他们之间的情感深过拍拖时代。 在娱乐界内, 整日是见到姓姓夫妻今天好聚好散的情况。 但陈欣就有话要说, 在他们家中, 任何问题都是不应该浪过夜的。 老公老婆之间有什么疑问都要坦白讨论。 她说他们家家永远不容许有内耗发生。 家庭和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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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非常关键的, 不几三! 不会有人会知道 test 另个人 Señor想着些' 可能我們都應該學下他們,叫自己的日子都可以好像他們那樣,溫慶和諧。 陳欣這位港姐出身的藝人,曾經在TVB的多部經典劇《烈火紅燒III》,《鬥心神探》《法政先鋒III》當中都有精彩演出他學識同樣很厲害,是多倫多安大略設計學院出身,之前亦都是度設計師。 可惜在事業巔峰時期的他,選擇了在最好的年紀嫁給大他十歲的陳浩,選擇適應專心做起全職媽咪。 當陳欣選擇適應退隱的時候,好多人都為他感到滿色。 但這幾年他過的生活卻是令人羨慕不宜,而且他老公陳浩一直都對他寵愛有加。 網友才發現,原來他眼光好那麼準,養有兒女相傳,有個愛護自己的婦骨。 不過,近日就有網友發現41歲的陳欣好像有了第四胎了。 在最近分享的一組慶生相裡面,陳欣就穿著粉紅色斑點的一字堅連身裙。 靚到微光燈都為他轉而焦點啦。面對鏡頭那一刻,陳欣一手捧著蛋糕。 那個標誌性的笑容在這一刻就這麼燦爛展現出來,簡直可以治癒所有他粉絲的心。 網友們都讚嘆不已,時間似乎對他無能為力。笑容遠如當年一樣那麼甜。 但是,好多細心的網友都留意到,陳欣的身形似乎有少少改變。特別是水蛇腰變心形土,似乎變得更加有福氣。 媒體更爆料陳欣似乎已經提中應考,有望迎接第四個小天使的到來。 這個消息一出,網友們立即踴躍留言討論,陳欣是否因為疫情期間在家裏有多些時間? 積極籌備新成員的出現呢?成功轉型,事業正正日上的陳欣。 近年來真的很奪目,聽聞從簽TVB 的時候年薪更高達三千萬,找錯行業頭牌的位置。 即使是家企有空都無需擔心,每個月還有一筆可觀的被動收入呢? 相比之下,就算陳欣在家中多一個小生命,家企經濟支持方面都絕對無壓力。 不過,面對媒體所謂的懷第四胎傳聞,陳欣本人都已經出面回應,喊話其實是角度問題。 目前現在都是積極受身中,所以對於四胎說他喊無野切的。 但從言語之中,似乎又不是說絕對風土。 反攻之事好事還沒有最後的定論。 有趣的是,之前陳欣在父親節,真是好疼愛家人。 怪仔仔地送了三個小朋友每人一套紮歌哦。 還不是內地的樓,而是英格蘭的豪宅。 這麼搞作,估計他們家族對未來定居國外都已經有了打算。 在圈內,陳欣對陳欣的愛向來都是傳重的。 自結婚以來,陳欣就直伏在幕後,全力支持她老公, 兩人的恩愛猶如講劇的金句,熱播續集。 而除著陳浩人氣的飆升,這一家五口的生活品質都越來越好。 雖然陳欣暫時沒有打算復出,但老公事業如此順利的話, 輔助夫君和專心撫養下一代也是一個美滿的選擇。 大家對陳欣將來會不會再有新成員的打算? 有些什麼看法?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想法。 喜歡我的內容記得按訂閱,下次再細聊,與大家見啦! 上面整個台所吻發不單, 現在如果想要再打算。 那個台所敷积一點民情 scarce。